在农业部门工作最大的得益 就是可以走遍整个台盆金马 可以实际了解到整个在地的问题 现在最近去的地方 可以说是政治风眼里的中心点 一个就是新族 在这里我们简单讲一讲 中华文国的地方制度 市是会分为三层的 第一个就是和省同级的叫直车市 这些全台湾的大城市都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和縣同级的一些叫省车市 最后是由縣管车的縣车市 因为最后一集流星机 将会详细讲解中华文国 成立以来的地方制度 所以小编也不会在这里再次重复 反而我们应该要了解三个问题 新族在自然地区的正经版图的重要程度 新族的性格是否一个比较最佳的方案 和修法的过程是否很合理呢 不少人就认为不南就南陆的成建 认为新族是一个传统的南陆地区 其实一定不是的 新族的城市化是相对比较高 民众投票的时候是相当在意政绩 因为所谓的南陆派系 在党外运动的时期 这个地方一直都是由无党籍的私家班 去掌握市政和省议员 出位的言行 也都令到当时的国民党 和李登辉主政的台湾省政府 是相当头红 民国1803年 民进党的林志坚 是重新赢回新族市市长的一职 也都在民进党2018年最低迷的时候 仍然可以帮执政党守住新族市 可想而知 他的施政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由于下一届 林志坚任期届门就不可以再连任 所以这位绿营的新星 是比较备受关注 在多数情况下 院长院市长的任期届门 如果是真的有政治前途 就会去到中央政府历练一下 准备下一次的大选 好像当年台中的胡志强 在台中升格为直车市之后 开创了做完省核市市长 又当直车市市长的新政途 当然可能受到胡老市长的啟發 林市长也都在任期届门的时候 提出这个足足合併的议案 或者民进党的总统蔡英文是力挺的 也都被媒体和在野方炮军为因人设市 这个也是一个叫做因人设市的下阴 奉刺新竹市 这个直车市是蔡英文为林志坚度身订做的 另外一样新竹院市是我们第一个科学原区 新竹科学原区的所在地 经济表现是相当亮眼的 人均收入高于全国的第一名 优于所有的六个直车市 如果院士合并升格为直车市 新的新竹市市长是影响力将会大增 再加上直车市是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 还有地方的人事布局 一定成为政坛的必争之地 当然赞成新竹合并的思维相当简单 就是所谓一家一等于二 理由就是新竹院士合并 为了提升治理能力 巩固台湾半土体产业的优势 这个是蔡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里面宣示过的 第二 整合院士的行政效率 林志坚市长也指出 新竹市院士是有很多共同治理的问题 合并之后就可以在同一个政府下面解决 第三 增加了新竹地方的税款分配 民进党的新竹市议员估计 在根据这个财政收支或分法的规定下 如果新竹院士升级 中央给新竹的税金将会增加100亿 除此之外 新竹院长杨文科建议新竹院士和苗栗院合并成为大新竹 你又是不少的苗栗人 是要去到新竹地上班的 竹苗栗两地的交流增加 所以未来竹竹合并成为第七推 到苗栗以北就有四个直轻市 以南又有台中市 苗栗市苗栗院的人口就会大量移到附近的都会区 可能会被逃空 而苗栗境内也有一个科学园区 而且苗栗院也是全国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地区 足足苗核拼将会成为整个台湾的直谷 不过历史跟我们讲过一件事 就一定不一定是跟理想一样的美好的 袁氏昇格是始于马英九前总统的任务 他曾经在对这个行政区划分重划提出三刀十五元的这个构思 北中南各次一个直车市扮演火车头的作用 带动各个区域发展 小编也都比较同意 但是结果大家都是希望做火车头 不断增加互相竞争申请的性格 马上加上马政府内阁行政的弱势 最后演变成三刀竟然变成六刀 中央政府资源分配本身已经震荡足少 现在北部又有台北、新北、竹桃园三大都市 南部也有台南、高雄两都 唯独是中部只有台中的违籍核市 如果新竹园市合并升格 无疑是深化北重南轻的局面 这件事与执政党希望平均南北发展的基本构想 亦都大相敬庭 升格之后 直车市是不是资源变多呢 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在第一次升格的浪潮 成功升格的台南市市长王伟哲 就投诉升格后 中央是没有加码投资台南的 新竹成为这一次合并升格的焦点 最后一个因素是修法 根据地方制度法里面规定 如果希望申请院士合并 升格和直接改制植核的条件 是需要人口达到125万 而且有特别需要的地区 新竹院士人口其实从头到尾 计算是102万 因此蔡政府在推动新竹院士合并的第一步 就是希望将发明里面的扯字 改为幻 一字之修就可以令到新竹 是完全符合提案的资格 一样东西也可以令到新竹院士合并 升格的动机变得可疑 因为另一个争取升格 人口大院张化已经一早已经达到128万 也都符合人口的资格 而且张化是一个工业大院 全国的风力发电重振 为什么不直接进行这个升格张化院 而是选择收法去配合新竹呢 其实背后的原因 难以不可以令人上到 一个政党布局的可能 如此一来 必开民主法治除立除废的恶例 而且地方制度法这些收法的大事 民进党竟然想透过立法院 加开临时会强度关山 直接交付易读 手法是相当难看的 在国家长远的整体发展上 地方制度法和财政收支划分法 都有很大的流动 而且这些所谓的修正案 应该由专业研究民意讨论 对于现有管轄领域的 实质国土的规划 重新检视 解决在36,000平方公里里面 竟然拥有六刀甚至九刀 这些奇葩的现象 而不是继续造成 在混乱上面 节外伸之 使得这个国土重新规划 是再次淪违幻影的